港大校委會在上個月尾否決任命陳文敏做副校長 一間電台公開三段相信是委員李國章的錄音 這段錄音就形容陳文敏是好人 又質疑陳文敏的學歷 以及為何會有政黨支持他 而港大就說會報警求助 校委會主席梁志雄對事件感到震驚 並予以強烈譴責 江川報導 商台播放的錄音共有三段 除了形容陳文敏是好人 所以做到港大法律學院的院長 李國章又說沒有受到來自中聯辦或特首的壓力 亦沒有看過《文匯報》和《大公報》對陳文敏的報導 質疑為何有政黨支持陳文敏 李國章又說陳文敏沒有博士 一是未作出嘗試或因為太忙 或陳文敏覺得這不是重要 又指副校長日後要負責處理教員晉升 質疑陳文敏能否作出誠實、獨立和客觀的意見 三段錄音和早前學生會會長馮敬欣披露委員發言的內容吻合 而委員張其中就證實錄音真實 主席梁志雄就批評透露會議內容的委員要為行為負責 我是絕對很震驚 香港大學校務要開會的時間 可以由裏頭的談話被錄音而播出來 我是覺得這件事絕對不可以接受 以及強烈譴責 因為這件事是違背了委員會開會的所謂保密 更加是侵犯了沒有人說話的私隱 我覺得這是絕對強烈譴責 廣達表示會盡力調查事件並有關行為報警求助 亦會考慮其他可行法律行動 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 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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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